大家好,我是Victor 我今年是EF3基電工程系的學生 上一年去了瑞典林萊大學 交換了一個學期 最不適應的東西 一開始應該就是溫步 因為那邊北歐國家 我當時是冬季的時候去 第一天去的時候是零下十五度 冷到手好像差不多斷 到四、五月天氣沒那麼冷 沒雪的時候 我都會和一群朋友一起去踢球 他們的足球很強 澳大和那邊的教育方式最不一樣 他們一整個就分開兩段 每段就踢一兩個球 其實每一課的時數不會少 但你讀上來會覺得輕鬆很多 因為那段時間你需要集中一兩課 他們那邊的上課模式互動性強很多 有些學生和老師會討論一個問題 可能就會說本堂 他們全部都是單人宿舍 一層分享一個廚房 對面有一個當地人煮完的東西 會跟我們分享 可能做一些中國菜 給當地的人試一下 Haitrain Channel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訂立一個目標 你去到那裡想完成什麼 能值自己 如果不是的話 你去到那邊 太多新鮮的東西 你會很容易迷失 所以記得自己要去的初衷